台防长,美国展示两艘航母支持意态战略,并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集结西太平洋,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焦点,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西太平洋,集结台湾国防部长任德发表示,美军的这项军事行动主要是支持其意态战略,并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11月19号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会议前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中华民国军方对于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动态都有所掌握,他说这次美军双航舰的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的军事行动。 严德发部长还说,比根号航母战斗群,USS Ronald Reagan,目前是在菲律宾北边的巴林坦海峡。 另外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USS John C,Stanis则是在菲律宾海域。 敏感时刻台湾多家媒体报道,在台湾即将举行地方选举的敏感时刻,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是否将进入台海,或是南中国海。 引发关注,台湾将与本周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除了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之外,年满18岁的民众,还可以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投。 其中包括以台湾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以及同性婚姻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一项选举造势活动上,表示这次选情非常诡决有一股境外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的手段,包括散播假消息,及网络霸凌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情美国在台协会。 主席墨剑,James F. Moriarty,日前接受台湾TVBS电视台专访,也表示,显然有外在势力,试图改变台湾舆论风向,并散播不实信息。 他认为这是危险的墨剑,还告诉台湾网络媒体上报,每个民主政体都会忧心。 来自境外势力,发动不实信息的攻击,因为台海两岸使用相同语言,再加上台湾享有高度言论自由,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面临最大风险的地方。 剑指中国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来到南中国海, 剑指中国非常明确,不论是美中贸易战,或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行为,美国要展现其态度。 他说,事实上他们美军在ABAC之前就规划了这个行动,而ABAC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跟中国的交锋,甚至连共同声明都写不出来。 我们应该拉大来看,这个国际事务王定宇委员,还指出美国航母这次的集结,也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让台海相对和平稳定,使得台湾民众可以在选举时做出理智的抉择。 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核心,纯质群指出美国智库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台湾军力足以抵挡共军的入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林正义答复说, 台湾的安全最重要是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在台湾的手里,还是需要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 多个人